上酸菜 哈喽各位 这一节我们来实现菜单 任何一个步入互联网的同学 都会对菜单有着深深的印象 在六年或者是八年前的时候 如果可以用原生的GS 来封装一个二级下拉菜单 就绝比可以去大公司里面 应聘一个前端开发工程师了 一个网站的导航酷炫 还是不酷炫 就看菜单能不能支持多级的这种下拉 那到如今呢 在这个微信的绘画窗口里面 菜单的样式和基本的行为 都已经是固定了 不需要你再操心 只需要配置菜单的内容就好了 那么对于公众号呢 菜单的选择是一个超级有用的功能 把所有的功能划分开 就能扩大一个公众号的服务能力 方便我们推送一些事件 它跟用户的分组也是一样的 可以这个增删查 那既然是微信的菜单 就微信指定了一个规则 那么第一规则就是 在这个自定义菜单里面呢 最多只能包含三个一级菜单 每一个一级菜单的里面 最多包含五个二级菜单 那第二规则是 在这个一级菜单里面 最多只能写四个汉字 那二级菜单里面 最多是写七个汉字 那么多数的部分 会以这个点点来代替 同时有一个注意事项 在创建完自定义菜单以后 由于微信客户端的缓存机制 是需要24个小时 微信客户端里面才会同步上的 所以你在测试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先取消关注公众号 然后再次关注 这样就可以看到 新创建后的一个效果 然后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么一大堆的 菜单的事件和功能 我们直接略过布表 先把代码整起来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的课程 一路跟过来的话 会发现Scott 在学习和尝试一些 技术实现的时候 非常粗暴 而且没有什么高深的方法论 很多时候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 别逼逼 上代码 那甚至会直接来看原代码 那么读别人代码和写自己代码 是最快的成长方式 与各位共勉 OK 那么我们依然是在WeChat 这个构造函数的原型上 来做文章 首先我们把这些菜单的 接口地址给配置一下 先把这个地址给复制过来 我们在这个API里面呢 再增加一个menu 这个就是创建菜单的成就地址 把它写为create 还有就是查询了 好像复制一下这个地址 这个呢 就写为get吧 写为get好吧 最后一个是删除 代码 那还有一个获取自定性菜单 配置接口的地址 我们也把它拷过来 写为current吧 关于菜单呢 也就这四个接口了 那配置完了这些接口地址以后 我们就在原型链上增加一些方法 首先再回到创建接口的文档里面 创建的时候是一个post请求 post过去是一个对象 然后在这个对象里面来具体配置 每一个菜单 它里面的一个类型 或者是它一个行为 那我们找到这个原型上 在最底下再来复制一段 这个方法名叫做create menu吧 然后对它传入的这个参数就是menu 外部的一个menu 然后修改一下这个地址的前缀 menu上面的create post过去是一个 那post过去这个form 其实就是这个menu 我们这拷贝下来 把这里改一下 create menu fields OK 然后再增加一个获取menu的一个方法 叫做get menu 把这个改为get menu 把这个改为get menu 我们来看一下文档 通过接口创建的这个自定菜单 是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来查询的 查询这个菜单的结构的 它是一个get的请求 而且不需要传什么额外的参数 我们这里呢 就直接来修改这个request的参数 body可以拿掉了 修改一下出租的信息 还剩下一个删除 删除应该是一个post请求 一般涉及到这种数据变动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post请求 这里呢 写为这个delete delete menu 再来看一下文档 这个删除的接口比较粗暴 它就是利用这个接口 然后直接删除当前使用的自定菜单 它也是个get的请求 它居然是个get的请求 好吧 那就get的请求来做吧 把这个写为delete menu fills加上这个出租信息 还有这个post的这个数据 要拿掉 然后还差最后一个获取自定义配置的 这个菜单接口 我们看一下文档 这里说明啊 如果公众号是通过API调用设置的菜单 是返回菜单的开发配置 如果这个公众号是在公众平台官网 通过网站功能发布的菜单 那这个接口返回的是运营者 就是我们运营这个后台里面 所配置的菜单的一个配置项 它的这个接口调用的方式呢 是用get这种请求方式 下面这是返回的一个结构的一个demo吧 那我们再增加一个方法 先把这些方法都给实现了 get current menu 修改一下这个请求地址的这个路径 OK 那么激动人心的时候就到了 我们来配置一下菜单的具体内容 我们新增一个gs文件叫做menu.gs 它都要报道的是一个对象 通过module.export 直接设置这个对象 就是一个按钮 这个button是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用来描述这个button 它的一些行为 那我们设置第一个对象 那首先它的名字吧 name 叫做点击事件 第二个是type 是属于click 这个呢 可以去把文档看 大家直接跟着我的代码往下走 等你看完这个代码 基本上文档里面的那些东西都消化掉了 那name type还差一个key 这个key就是用户点击这个button的时候 会传给到我们这个后台的 我们就能知道点的是哪个button 我们就简单的叫做manu.click吧 然后这个第二个菜单 我们把它名字视之为 点出菜单吧 就是点击了这个菜单以后 会出现一个下拉 其实也不是下拉了 是上拉的一个二级菜单 这样一个列表吧 然后我们设置里面这些 子的这个button 子button 叫做subbutton 它里面同样是一个数组 然后第一个呢 首先设置这个type 是view name 名字叫做跳转 也就是说点击了这个菜单的这个文案以后 会跳转走 也就是说会跳转到你微信的内置领域器里面去 然后设置一个跳转地址 比如设置一个github 然后来设置第二个菜单 这个type呢 设置为扫码推送吧 scancode push 它的名字呢 叫做扫码推送事件 我们可以多写几个字啊 看看它会不会省略 然后是这个key 我们设置这个key为 qrscan吧 这个值是可以设置的 但是这些type这些值啊 这些都是官方定死的 不能写错了 把name放到上面吧 这样更直观一点 那么既然可以最多弹出五个二级菜单 我们就多设置几个 然后再增加一个什么呢 赏码推送吧 它的type scancode waiting 哦 应该是wait message msg 增加一个key qrscan wait 这其实是一个等待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文档啊 有一个事件的推送呢 这个文档 有这么多 这上面这些type值呢 大家过来这个复制就行 如果你担心你自己敲错的话 而且每个事件都有它对的描述 像刚才所配置的这个 scancode push 它其实是一个扫码推事件的一个事件推送 就是说我通过 公众号里面这个扫码 啊 推送的这个事件 然后这个scancode wait message 就是 扫码推事件 并且弹出一个消息接收中的一个事件推送 然后后面是弹出系统拍照 发图啊 等等等等等等吧 我们继续来写这个代码 其实在我自己来 呃 来做这个菜单的时候呢 呃 经常是在这些配置项里面 会配置错这些类型 就是名字写错 或者说没有对应上 导致我创建的时候就失败了 所以大家来配置的时候 尽可能是按照文档上走 那尽量去复制 然后再增加一个 啊 我们不敲 我们直接复制吧 瞧着好累 再增加一个 呃 系统拍照吧 弹出系统拍照 他的这个type是 peak system photo 他的这个key呢 我们设置为peak photo 然后最后增加一个什么呢 弹出拍照 或者说是 从相册里面选择这个照片 所以这里是弹出拍照吧 或者相册 那他的type是peak photo of album 就是这个相机 这个key呢 就设置为peak photo album 那么第二个一级菜单就设置完了 我们来设置最后一个菜单 这个name呢 也是点出菜单 是这个2吧 然后是增加这些子菜单 叫做thumb button 同样是个数组 那第一个设置这个微信相色发图 type值是peak 微信 这个key呢 就设置为跟这个type一样好了 peak 微信 然后第二个是地理位置的选择 type值是location select key 我设置为location 跟它同名吧 快一点 然后有一个下发图片消息 这里他的type是mediaid 然后这个key就非常关键了 因为这里的key其实就不是之前这个key了 这里的这个值其实是就是mediaid的值 这里我们需要先留空了 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图片 这样一个id吧 让我们直接填进去 我们先这样叉叉叉吧 先把这个给注释掉 然后增加最后一个 这个都把它注释掉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是跳转图文消息的ul 它的type是 viewlimited 也有一个mediaid 我们就暂且这两个呢 先不实现 然后待会再来一个一个 再来测的时候 再来加上这个mediaid 那么现在增加了 这些圆形的方法 也增加了这些菜单的配置项 我们就差一步了 就是生成这个菜单 把这个生成这个菜单 这个请求传递给微信